还有更棘手的问题就是这个名称的问题 虽然我们的代表团已经到日内瓦去开会了 不过我们所用的名称到底是什么呢 在这一次的示威当中 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抗议 今天双英 马英九 蔡英文 隔空护港 这份内部文件曝光之后也引发了渲染踏波 那么这当然要好好的解决 世界卫生组织把台湾列为中国一省 风波持续延烧 不过现在看起来双英 隔空护港 蔡英文说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接受过这个名称 如果有任何矮化台湾名称 民进党一定会抗议 不过马总统呢 今天在他最新出版的《治国周记》里面 把两个人找了出来 一个前卫生署长叶金川 他就是那一次参加WHA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代表成员 还有后任署长杨志良 他们找这两个人来背书 马总统更是火力全开 他质疑蔡英文当时当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参加侍卫就被矮化 而且当场也没有抗议 为了保证绝对维护主权 马总统找来两位卫生署前书长 嗨治国周记 先拿贬政府当对照组 在我们反对党的主席担任副院长的时候 有六次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专业席的活动 用的名称就是中国台湾 那时候他们怎么没有退出呢 我们在执政的时候 我们对中国台湾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见 只要我们一发现 我们就抗议 而且我们也抗议到底 蔡英文说民事长绝不可能接受被称中国台湾 但前卫生署长再帮骂政府背书 前往台湾或台湾前往都没有 要不就直接说我们台湾 台湾是地名吗 或者是中华台北 总统一再强调 中华台北这名称没人满意 但只要能参加世卫 就是跨出一大步 只是对比台湾国格 孰亲孰众 双英立场大不同 三立新闻 鸭绣金王彦军 台北报道 好 民进党真的没有抗议